转跑波尔托 转跑法拉索 中间还讲这个范尼凯克 今天我们来吹吹范尼凯克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波尔托是人类急速巅峰 范尼凯克是人类素奈巅峰 华党哥是人类倒霉巅峰 这个不算 你很难找到一个能从100干的400的猛将 出的这位大哥 100米记录9秒94 把他放在日本妥妥的日本一哥 还好再用苏晨撑场子 200米19秒84 可以单挑整个亚洲 虽然现身的19秒88也只能取局第二 300米30秒81 这就不是针对宝格尔拉 他可以拉爆地球上的所有人 400米43秒03 可以让波尔托惊掉下巴 也可以让迈克尔约翰逊 吓得站起来 要不是伤病缠身 搞不好他能在三个项目拿到金牌 2015年北京世线赛是范尼凯克的伤病之阵 这一年的400米赛场群星闪耀大降如云 有言国全国技术保持者尤瑟福 当年世界最奥商品保持者马卡瓦拉 世线赛奥运会双要冠军天贼少年 吉拉尼强斯 世线赛奥运会双要冠军 未免冠军拉西兰 梅里特 相比之下范尼凯克的履历 并不算经验 但从这一刻开始 范尼凯克的传奇之路